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积极调整投资策略 为了可能出现的特朗普战胜贺锦黎的情况做准备 虽然大多数民调依然显示两位候选人旗鼓相当 但最近几周选情的美妙变化已经影响到金融市场 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在共和党升选后可能受益的资产价格开始上张 其中私营监狱营运商GEO Group的股价 自10月以来已经累计上涨21% 有望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佳月度表现 比特币矿业公司Wire Platform的股价更加飙升了34%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丹·勒布本月公开表示 他认为特朗普胜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其执掌的规模达110亿美元的3rd point对冲基金 已经通过持增股票和期权 加大了对潜在收益板块的投资 同时减持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公司股票 勒布在自投资者的信中指出 我们相信美国优先政策下的关税措施 将带动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 推动基础设施投资 并提增部分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 同时整体监管环境的放松 特别是对现任政府严格反垄断立场的改变 将释放生产力激发企业勃力 管理着1300亿美元资产 专注于利率和外汇交易的 RBCBullway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 马克·杜丁 自9月底以来都开始为特朗普可能胜选的情形报告 杜丁的投资策略包括多汉美元 压住收益率曲线斗潮化等 杜丁上周专程从伦敦庇抚美国 与政策制定者和优秀人士会面后表示 共和党人展现出的信心远超他的预期 这个让他人像深刻 半周开始 他开始意识到选情 可能比他此前判断的更有利于特朗普 与几周前相比 投资者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 此前多数人因为选情交注难测 更关注利率和企业盈利等基本面因素 但随着特朗普胜选概率上升 选举因素正在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 都欢迎你将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其他人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